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大爆料了 究竟他們看診時 會遇到什麼樣奇怪的事情 又有什麼好笑的事情會發生呢 千萬別錯過 今天也邀請到三位藝人 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白色巨塔是崇高的象徵 但在寧靜潔白的塔中 卻上有著令人難以想像鬥爭 跟種種的秘辛 今天要來揭開醫護人員 在白色巨塔當中不為人知 看診的秘辛 我們首先來看第一個 一屆不能說的看診秘辛 不可告人的秘密案例 那我這個VIP 事實上他是平常來給我看 他穿得非常的像這個大明星一樣 那事實上聊起來 我都看到他每次陪他來的 都是大他幾十歲的 這個大老闆事實上 我們以前打球也有在一起 也熟 所以這樣來給我看 那偶爾就陪他來 可能腸胃炎 可能是因為 有時候他們要陪著他喝酒 交際應酬 有時候吐得很厲害 來腸胃炎那邊 我就要幫他打點滴等等 有時候又尿到眼 那我們幫他跟他治療 那事實上 大老闆常常實在是太忙了 那雖然他很喜歡這個小三 應該知道他就長得小三 小三直接講出來 那說實到他很愛的愛人 應該是這樣講 常常陪著他 可是大老闆常常 事業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 相處小三時間 對 不是每天 不夠 有一次來我發現 怎麼一個年輕又長得很帥 可能比辛龍還要壯一點 然後陪著他來 可是我明明想 這個大老闆的司機 不是他 不是他 而且通常 通常司機來我前面 因為我那邊也沒有停車 司機通常在車子裡 已經在車上 對 已經在車上 可是奇怪了 怎麼這次來都是有 幾次就有朋友陪他來 那我就大概稍微了解一下 因為我想 這是人之常情 下次我注意 對 因為大老闆也大 他那麼多歲了 恐怕有些時候 也沒辦法滿足他 所以就是人之常情 我們也常常碰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也不敢多說 我也不敢 那有一次呢 這個病人 是大老闆陪他來 會這樣急 一直按著自己的肚子 然後一直跟我講 你醫師 救救我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不舒服 那這個 一看我想他已經是很不舒服到 我想連那個大老闆 都知道他是尿道嚴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很小心 非常的小心 問啊 等等處理 然後我當然說 那你最近比較少喝水 一定很忙 或是打球一定都沒有喝水 然後他又要擔心他的腎臟發炎 悄悄打打處理 然後他的那個 這個大老闆事實上 就有點面帶 這個嚴肅的 這個看著我 那事實上我們就很有技巧的跟他 說啊這就是 什麼什麼引起的 什麼時候引起的 我沒有錯 我在打點擊的時候 大老闆就後面來 他這是到底什麼問題 他怎麼會這樣 我說他很久都沒有在台灣 為什麼會這樣 我沒有啦 你不用 這其實 大老闆都是因為 沒喝水的管理 打球實在 你跟天氣這麼多 十八斤走那麼久 走那麼久 一定是 沒喝水的管理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 我們去你幫他煮一下 用油就好了 這樣 你醫師真正的 太辛苦了 你現在知道我們如果有這個問題 趕快找他 他會把我們隱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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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會這樣子 這個好意思 其實我目視得很好 家庭醫師事實上訓練的 對 像我之前還有做過一個 就是吞 他就跟人家吵架 就是把筷子折斷 然後吞下去 啊 那時候我們要緊急 把它夾出來 夾筷子 有人真的偷氣 我氣死你的 吞得進去喔 吞得進去 真的 他嚇不去啊 你再卡住 然後到胃的地方 然後他們其實 其實急診醫師本來不相信 後來是真的照了X光 然後做了檢查 才真的找到 看到筷子 才叫我們去夾 會到胃裡面 等一下 你到胃的怎麼夾 對啊 就坐胃鏡 我們現在就是做 我要講就是 坐胃鏡進去裡面 把它夾出來 那如果不夾 他會不會 你被胃一向 沒辦法 那個筷子 不會啊 那個保守 因為115會自然下去 但是他如果太長 長到某個程度 4到6分鐘 他其實會過不去 我們的那個優美 所以胃是可以進去 把它夾出來 坐胃鏡進去 對 坐胃鏡進去 內飾鏡進去裡面 坐到胃的地方 那我們可能只能坐到胃 直到小蛇指腸 他如果東西再下去的話 我們就夾不到了 比如小孩子誤吞湯匙的 對對對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案例 他就是 他是吞什麼 他是吞到那個蛇環 蛇環 他是半夜差不多2點多的時候 然後就call我們說 要緊急做胃鏡 因為他把那個蛇環吞下去 我們碰到他一個年輕的女生 大概20多歲 我說蛇環 我其實也不太清楚 蛇環把它長什麼樣子 他說前面是圓圓的 圓圓的金屬 然後下面一個棒棒 其實圓圓的金屬 其實吞進去其實也還好啦 他就上大號就上出來 主要是他下面還有一個 比較尖的部分 長方形的棒柱子這樣子 小棒棒 我們是怕他刺到那個腸子 所以說我們還是想說 能不能盡力在他 沒掉到腸子裡面的時候 把它夾出來 那就是很難夾 因為很小嘛 大概才一點多公分 不到兩公分 那時候我們坐胃鏡進去裡面 在那邊在那個 差不多兩點多開始做 在那邊撈 因為他胃裡面還是有一些東西 他並不是完全空腹 然後在那邊夾夾夾 不只吞一個 吞兩個 吞兩個 後來夾一個出來之後 後來還是把另外一個夾出來 那大概花了快一個半小時 快兩個小時 他那時候是睡著了嗎 沒有沒有 他那個時候沒辦法 半夜那時候沒辦法麻醉做這個剪刀 他沒有親腸 對啊 他有東西 有東西 然後所以他其實非常痛苦 就一邊哭 然後一邊哭 我們一邊做 那我們只能安慰他 就是說你這個不夾出來不行 不夾出來你到時候穿孔 會有時間開刀 這麼細的功能 所以你們下班會去夜市夾娃娃嗎 會不一樣 技術很好 會不一樣的 而且他們技術一定很好啊 不是那個夾娃娃是他 他有另外一個方法 不一樣 這麼小的人家夾娃娃一定 不一定 他們自己還帶鴨子有沒有 鴨要低 其實做完的時候還蠻生氣的 我自己啊 為什麼 因為兩個 就是半夜兩點多 你怎麼會吞這個東西啊 然後我就問他說 問他那個女生就說 那你到底為什麼 會把這個吞下去 結果他就 就瞪著他的男朋友 就是他 是 你們猜猜看 機吻是吧 他其實說都是他啦 叫我幫他服務啦 哎唷 不小心就這樣 那曾經有遇到一個男性 半夜來求診 那他 我說你又哪裡不舒服 他說 我有東西跑到我身體裡面去 我說是蟲子嗎 還什麼東西 他就自知乎乎講半天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聽到 陰影約有聽到一個 震動的聲音 嗯 一台手機 我說你電話是不是響了 要不要先接一下 太誇張了 電話 他說不是啦 是按摩棒 按摩棒跑到哪裡 天啊 太誇張了吧 那是怎麼樣發生 他說因為他本身有 冤名的習慣 常常就是買甘油球來灌 可是那天 好幾天沒上 他很痛苦 灌了好幾顆都沒笑 他就異想天開 拿按摩棒 想攪動 想去裡面刺激一下 刺激一下 好像有變異喔 然後就越放越裡面 又好像感覺快要出來 就一不小心 咕就跑進去了 吸進去 就跑進去了 結果他在那邊 就上廁所蹲老半天 然後用手套都套不出來 最後就來醫院求診 所以趕快我們就call 我們智商外科的學長 怎麼拿 最後開刀把它取出來 開刀 開刀取出來 也是在急診 也是碰過 也是塞很多東西 比如說小黃瓜也有 牙刷也有 真的還假的 真的 太困張了 對急診 你能夠塞鐵釘的一把 鐵釘 對 然後我碰過最誇張就是 有一個男生長得還滿秀氣的 然後可能是造型師 就還滿帥的 然後來看 然後就面有男生 一直說就是坐立男人 講說他不舒服 然後我們講說 你怎麼了 他說就是肛門裡面有塞東西 然後他說 我說塞什麼東西 因為他在講話的時候 就已經嘴唇已經發白了 然後量體溫 他竟然已經 就是高燒 39度 然後他白血球 已經高到2萬多 然後他就說 其實是他前天他喝醉 然後他朋友好像 從他肛門裡面塞東西 對 然後可是他不知道塞什麼 然後我們醫生 就趕快去幫他照S光 然後就想說 怎麼很像一個瓶子的東西 在他職場裡 然後後來就是趕快 他就真的是開刀 然後把他剖出來 然後就是一個那個 造型噴霧 那個銀色的那個噴霧機 蛤 有一天呢 有一個醫界的大客戶 他就去大陸考察 結果還沒考察結束 他就匆匆緊急回來台灣 因為他那根斷掉 蛤 對 然後呢 我覺得一個講比一個更嚴重 那整個斷掉 然後那個 我們就要準備要幫他處理的時候 A醫師就說 喔 那個 他說他是在考察的時候 有一個小女孩突然衝過來 把他撞斷 然後 然後 誰考察是博企 請問一下 他沒接一下 他在考察小三的時候 可是B醫師說 B醫師說 不是 他剛剛跟我說是 他們到鄉下的時候 有一個牛車 牛車衝過來 那妳要撞斷 也要博企的情況才能撞斷 對 所以 他說到底是小女孩還是牛車 結果B醫師說 他有帶助理啦 可是呢 他好像感覺出來 雖然我們都戴口罩 他感覺出來 我們的眼神 看他是 不太對的 所以 他就說 他就說 他後來就跟大家 好像要統一這樣 統一講說 我是小女孩撞斷的 然後他太太那時候也來了 然後他就說 對 我們就喔 對 就是小女孩撞斷了 這樣子 那他就說 那個小女孩有找那個小女孩來嗎 他現在要撞牛車吧 這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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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也好會幫人家掰 然後呢 因為他一直 他覺得受不了我們的眼神 這樣子 他就說 我要求我要半生麻醉 他很怕我們會講他太多 如果他昏迷過去的時候 對 我也看過很多那種塞東西 然後我看過最離奇的一個是 有一個年輕的男生來 他是他爸爸帶來 他二十幾歲 他其實是個成年人 但他從頭到尾都不講 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坐得很不舒服這樣子 然後他爸就說 你自己講 後來他就說 我哪裡痛啦 然後結果我就說 那是怎麼樣痛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 他就說 你自己講 你塞了什麼東西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我聽到了 我覺得好像真的是要 還是要打開來看 我說好 那你到某某床去 然後簾子拉起來 褲子脫下來 結果我剛開始看 看不出來有什麼東西 外觀看起來都很好 結果尿道口比較開 然後再仔細看 那個熱溶膠 爸媽 整條塞到裡面 怎麼可能 下一點點在外面 塞尿道 尿道 我就遇過一個年輕男性 那他來急診的時候是 因為他包皮 退到最後面去 推不回來 對 所以你知道包皮 如果退到最後面 他說 他其實就是像一個環狀的東西 把我們的隱形卡住 那如果沒有把他退回來的話 他的隱形沖血 會更退不回來 所以他其實就自己弄不回來 那就被媽媽帶來急診這樣子 我就說你怎麼用的 他說因為我就是 在清洗的時候 所以退了 他後面退不回來 大概我覺得 知道男孩子 逗一些Happy Time 我就不好意思 戳破因媽媽也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到那個 診療區裡面 去幫他做處置 那我在處置 我就開始幫他推 可是真的是 弄不太回來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包皮 就卡在最後面 就弄不太回來 那我就有點小抱怨 因為外面有很多人 要等著我去看診 就是因為我真的是 弄得有點久 他說 我實在弄不回來 你是怎麼弄的 他就是 那醫生我就 我就自己弄 推不回來 發現他也是 字字烏烏這樣子 後來我就到 我真的弄不好 我就是call 泌尿科醫師 來幫他處理這樣子 然後我就繼續 到外面去看 後面的病人 那我一到看診座 一坐下來 剛剛那個年輕的 男性的病例送進來了 結果加了一個轉診單 原來他已經先去找過 泌尿科的那個 門診 我想 泌尿科外面的診所 醫師都推不回來 當然 我可能沒有辦法 在這邊弄 他也許需要一點小手 需要泌尿科 轉科醫師來弄 才可以 總不早一點跟我說 那我就看了一下 他寫的那個內容 我想說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他的敘述就是 那個男孩啊是 侍族是女朋友幫他弄的 就是女朋友幫他 使用嘴巴幫他弄到後面去 然後而且上面有咬 很久傷口這樣 對 所以他還退到後面去 那一開始他不敢講 因為他媽媽在那邊 那我就看了那個之後 就 我就看著他 我就看了他 他就告訴我說 啊 你到底叫什麼 後來我就請泌尿科醫師 一起到那個小房間去 幫他把他弄好 就是打了一點點麻藥之後 再把他那保筆整個退回去這樣子 那後來我就開了那個 就幫他打了 不然我開了 抗神素給他帶回去 因為真的有咬痕 然後 然後就問我說 醫師他不是卡在後面 為什麼要吃抗神素 他那個 他那個打那個 我說 因為有 因為有傷口 我就快速帶過這樣 那事實上我們人的嘴巴 比 狗啊貓咬到還要髒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其實還是要有一些 偷一些預防線的抗神素這樣子 那我還遇過一個更妙的事 就是有一個先生 他是半夜來掛急診 那他是頭痛 說他應酬 應酬到一半 頭痛 趕快回家 太太送他來急診這樣子 那來的時候 因為他 看他真的非常痛苦 而且來的時候血壓很高 這時候我們當然都會懷疑說 他會不會 有一些那個血管流破裂 因為他說他剛剛有去應酬 我想 壓力啊血壓又飲酒 會不會血管流破裂 造成頭痛 所以我就幫他做了 電腦斷整少 那做的時候 解調的時候正常 我打了止痛藥之後 他就在急診前流關休息 結果他在去上廁所的時候 他趕快把我叫過去 他就問他意思意思 其實我剛剛不是去應酬 我是在性行為的時候頭痛 然後我每次性行為的時候都頭痛 我說 那你就早點跟我說 我可以跟你解釋這樣的情形 因為我們還是有一種 性交性的頭痛 因為你在做性行為的時候 你這樣很成功 你太興奮血管收縮 其實也會造成劇烈的頭痛 而且有什麼不好意思講 他都在旁邊 反正這個大家都是成年的時候 不好意思講 他說其實我剛剛不是去應酬 我是去找別的人 對 那因為每次在進行 那個行為到 就是最開心的時候 他就是會很不舒服 對 所以他覺得 他會不會有一天 所以他就是很擔心跑來記診招 我們這樣子 所以他也是 就是因為他是跟外面的人 而不是跟自己的 他也不好意思跟我說 然後只是說他最後來問我說 可是我跟我太太為什麼都不會這樣 不夠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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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年輕女生 他那時候就是出意要給他男朋友 然後結果男朋友竟然不得其門而入 然後就覺得奇怪 那他們女生也搞不太清楚 也很奇怪 結果他們真的就來婦產科門診求診 然後那個門診的時候 我們就問那個他男朋友說 說有點看到說 你是不是健康教育沒學好啊 怎麼都找不到洞口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說 就我以前成績是不太好啦 可是至少我交過女朋友 我還知道什麼是動啊 然後就後來我們真的 半信半信我們檢查 發現竟然他是先天沒有陰道的 這個狀況 然後這個比較奇怪的是說 女生自己是也搞不太清楚 他就是都沒有來月經 他也不知道 然後他一聽到這樣子 他也很沮喪啊 他也說我要怎麼辦 那我是女生嗎 然後後來我們就幫他做了 一連串的檢查 來設定也正常什麼也都OK 那我們就安慰他說 其實你還好啦 我們可以透過手術 幫你做一個人工的陰道 一個重建手術 然後最後他男朋友 也很順利的陪他度過這個過程 那現在就是一個 現在做了這個重建手術之後 那他們就可以 現在就很好 現在就是很好整個生活 一切不能說的看著秘心 令人髮指的VIP文化 我今天講的是飯店的天后級病人 事實上 先生是非常有名的台商 然後他自己我想身材 就像這個明潔跟雨柔一樣 也是非常的漂亮以外 他這個交際手術環非常的厲害 在飯店裡大概每年都要上千萬的 這個消費 消費 所以飯店所有的上上下下 我剛剛包括總經理 不知道誰 對他都是真的是像這個大老闆娘一樣 那事實上他因為工作很忙 所以常常叫我們這個應召醫師 偶爾就要去看看他 那事實上小感冒 腸胃炎等等 那當然我都有護士跟著我一起去 後來我的護理人員也變成 變他很好的朋友 有一陣子開始睡不好 我就請凱莉家一面藥等等 有焦慮的現象 他住飯店對不對 還是睡不好 那事實上 一共前幾年當中 政府官員 所謂的商人等等 都在這個所謂總統級的套房裡 就會出現 那我去看看他的感冒的時候 常常也會碰到這些人物 所以我才知道說 他在跟我們政府也非常的密切 我想大概我們台北市動物園 有一個很特別的動物 這個吳瑋雄 事實上就是他 透過很多的關係 也進台北市來 OK 那所以 不知道 我知道是誰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每一個人人生有無常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發現他慢慢 跟他以前平常不一樣 慢慢有一些憂愁 有一些焦慮 失眠 可是他脾氣就變得很暴躁 跟他以前都不一樣 那當然我的護理人員跟他很熟 那慢慢慢慢了解 知道說他自己的困境 那我也會開藥給他 沒想到他有一次 把所有的藥一把全部都吃了 我想這就是很嚴肅的問題 我緊急跟我的護理人員 送他到北醫 一共在醫院裡面 照顧了四五天 他才慢慢的恢復回來 後來我還發現說他 可能因為我們人生生活上 慢慢的他先生的工作也有問題 那事實上真正有問題的 還是家庭 事實上就是先生的事情 還有跟政府之間的關聯 還有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 他都必須要統籌要處理 所以他承受了非常多的壓力 那我們家庭醫師 常常就要去關心他 可是免不了他 還是會有所謂猶豫焦慮的問題 都會出現 那後來聽說他還 以前因為他們一段時間 每年都花費一千萬 四五年了 大家都覺得他是這樣的VIP 沒想到最後收藏是 負債還是欠犯這錢 這個就好像Michael Jackson也是一樣 一樣 他的VIP也是一樣 到家裡來服務 對 每天打那個真助免 事實上他到台灣演出的時候 Michael Jackson就只請我 當他的家庭醫師 哇 三年那時候 那三場都是由我跟著他 那就是因為他在歐洲 在來台灣之前 在歐洲 曾經因為這樣的情況 沒有辦法演出 所以那個保險公司 賠了非常非常多的錢 所以他在台灣演出的那個時候 事實上就是在 半年前保險公司就跟我簽約 而且是不能 我們今天講的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保密 等他離開台灣半年以後 我才能夠討論到 說我是他的醫生 所以你說這方面的VIP 是不是有恃無恐啊 就反而你的病情是加重 並沒有會更 更見趨緩的 因為有醫師可以靠 其實要做正常規律的運動 或者飲食方面 或者心理的壓力要調適放假 把自己那麼輕鬆一點 才可能調整好 而不是靠著有VIP 隨便什麼藥都有 就越吃越重 欣農你懂嗎 你不要再越吃越重 我哪有 我沒有 你的心情要保持愉悅 我好愉悅 誰像你 我每天都好開心 你這麼頭彩的 頭頂都發亮了 好 我也要做 我都不成功 我都會跳不住 是 我都不會 我都不成功 到你 你 我都會不成功